巴提亞環保音樂節WonderFood來到第五屆 這裡除了有美食、音樂、還有workshop 瑜伽還可以跳下水、游泳 這麼多東西玩 還不快進去就玩不及了 快點 WonderFood是一年一度的音樂節 每年大約在12月舉行 在這一年四天內 園區幾乎24小時都有不同的活動和節目進行 進場前最好先檢查活動詳情和安排路線 這樣就不會錯過活動了 這個太大了 檔室路,我們先看看地圖 在這一套最受歡迎的是放鬆身心的workshop 就好像瑜伽、冥想、草藥治療等等 另外亦有體驗形式 就好像學DJ打碟 製作手藝品 製作手藝品 不想自己下手做 亦都可以在市集中掃貨 喜歡濕身的朋友 就有不同的水上玩意 等著大家 說起音樂節 這裡當然不少音樂 這裡就有三個大台 也有幾個不同的小型音樂廳 這裡的音樂陣容以東南亞的音樂單位為主 大家平時可能很少聽 這次就不妨發掘一下一些新的音樂 由下午開始 去到凌晨都有不同的表演 馬不停蹄的節目 保證你不會悶 玩到餓 除了可以去餐飲區醫圖 還有今年大會重點推介的名廚宴 Wonderfeats 這裡請了不同的泰國廚師 他們全部都是獲獎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吃泰國街頭小吃 想吃的話就要預先預訂 他們開始了 今天的主廚來自曼谷米芝蓮餐廳 為我們準備了一碟碟的 泰國東北部街頭小吃 全部都辣到十足 我們第一道菜就已經烤起我了 因為它是青椒 我不想吃青椒 媽媽 它很爽口和彈牙 不過青椒味很重 這餐具不是膠的 全都是木的 Wonderfeats除了是一個 讓大家玩得開心的大派對 創辦人其實更重點想推廣環保 在園裡面 嚴格禁止所有積氣塑膠 取而代之是可分解的材料 好像麥造的飲館 甘蔗造的杯 但更加是想鼓勵大家使用紙櫃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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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60,000咖啡 但今年我們介紹了補充的咖啡 所以可能下年我們可以消除所有咖啡 而園裏的舞台、建築物、藝術裝置 大部分都是油粥或其他環保物料建成的 而這些材料亦由第一年開始重用到現在 直至用到爛為止才會丟 當你談及維持性是很大的語言 環境是很大的語言 但我們想要對方不在意的 我們想要對方不在意的 我們想要對方不在意的 你會讓它們玩,你會讓它們有趣 你會讓它們不在身上 你會讓它們的東西不在身上 你會讓它們觸摸 你會讓它們坐在上 你會讓它們的東西 你會讓它們在一起 我們不在意的說話 但如果要注意到這些細節 我們在做什麼是在這裡 我們會有關於資料 的資料理想要有所謂的 資料理想要有意義 它們是很想念的 是很想念的 但是你可以學習它 或是可以享受它 如果你願意 這就是我們的方法 這就是WonderFruit的方法 這四天的活動實在太大 和太多東西玩了 我這次來一天根本就玩不完 下次就要記得預約露營 在這裡駐完就可以享受整個活動 動腦Q升級主播贏 有請Dosona 3月4日晚上10時半 約定你和娜姐一起Cue the money